这件《苍波》是艺术家岩水龙 创作于1964年的油画作品 岩水龙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除了自身的绘画才华洋溢 对于推广台湾美术教育也不遗余力 期盼能够以艺术改变生活 对台湾工艺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 他曾经到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和法国学画 并参与赤色岛和台阳美术协会的创立 在这幅画作中 岩水龙描绘了白色拱门式的阳台 及绿色花瓶式的栏杆 这里是从恒春鹅兰鼻灯塔望出去的海景 画面中间是中央山脉绵延的尾端 以柔和平稳的姿态没入太平洋 万青苍波画成的广阔海洋 与带有极抹白云的水蓝色天空相互灰映 明亮的光线 清爽的色调 让人心情也随之轻盈起来 看着这幅画作 仿佛就站在阳台上 在阵阵海风下感受太平洋的海岛风情 남眺